以哈戰爭半年 以色列總理表示 人治不回 不會停火 奧庫斯聯盟 獲邀日本加入 阻嚇中共威脅 確保印太和平 種族大屠殺30週年 盧旺達舉行哀悼儀式 多國政要出席 北美日全時 週一登場 如何安全觀賞天文奇觀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截至4月7日 由哈馬斯跨境恐襲引發的哈爾戰爭 已持續6個月 週日當天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重申 如果哈馬斯不釋放扣押人質 以色列不會同意停火 周日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內閣會議的講話中強調 以色列不是阻礙達成停火協議的一方 罪魁禍首是哈馬斯 他表示 以色列不會屈服於內外壓力以及哈馬斯的極端要求 4月7號是哈爾戰爭爆發6個月 內塔尼亞胡表示 以軍已經消滅了哈馬斯24個營中的19個 距離勝利僅一步之遙 以色列有決心取得戰爭的全面勝利 並讓所有人質回家 週日 以軍發言人稱 以色列已從加沙南部撤回更多地面部隊 目前只留下一個旅 不過 以色列軍方沒有詳細說明撤軍的原因和人數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當天表示 以軍採檢部隊似乎是一次修正 並不意味著有任何新的行動 同一天 許多遇難者家屬聚集在6個月前發生恐襲的音樂會場地 對死去的親人表示哀悼 他們親吻使者的照片 無法掩飾心中的悲痛 據以色列官方統計 在哈馬斯去年10月7號的跨境空襲中 約1200名以色列人失去生命 另有超過250人被綁架 在以色列本週出誤炸援助車隊導致親民人員喪生之後 以色列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美國曾要求以色列改善加沙的人道主義狀況 並努力實現停火 甚至表示 這可能會關乎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 不過 內塔尼亞胡表示 在釋放人質才能停火的政策上 美國有以色列的立場一致 星唐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 週日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北京和中共總理李強會晤 耶倫提出了對中國產能過剩等問題的關切 來看報導 耶倫在與李強會晤時 表明對處理雙邊關係的態度 耶倫在與李強會晤時 表明對處理雙邊關係的態度 耶倫還直接向李強提出了遏制中國過剩產能的要求 李強則辯稱 要辯證看待產能問題 耶倫這次訪華的首要任務 就是說服中共官方控制在電動車 太陽能板 和其他清潔能源技術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 因為這威脅到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競爭力 週六 耶倫在廣州與中共副總理合力峰會面時 指責中共政府不公平地對待美國與其他外國公司 並敦促北京回歸過去的市場改革 耶倫還警告中企不得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提供戰爭物質支持 包括對俄羅斯國防工業基地的支持 否則將面臨重大後果 中共官媒對此低調處理 卻熱炒耶倫在廣州選擇地道粵菜筷子用得不錯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耶倫是拜登內閣中少數幾個對華歌派官員之一 中共希望能利用耶倫此行進行宣傳 不過 單靠耶倫訪華不會改變美中關係的基本面 而中共的藉機宣傳也不會對目前局面造成任何的改觀 新潭記者袁明欣 江迪亞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近日披露 為了應對中共日益升級的威脅 美英澳成立的奧庫斯聯盟可能將擴援 邀請日本加入來看報導 《金融時報》4月6日引述消息人士稱 美英澳三國國防部長將於下週一宣布啟動 與奧庫斯協議第二支柱相關的闊源談判 美英澳的奧庫斯協議有兩大支柱 第一支柱主要內容是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 第二支柱則聚焦量子運算 海底能力 人工智能 高超音速能力等新技術的合作 報導稱 一些美國官員正在推動日本加入奧庫斯協議 共同抵禦中共的物理擴張 維護印太地區和平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4月3日在《華爾街日報》發文說 日本將成為奧庫斯第二支柱的合作夥伴 但他沒有透露何時會正式公布此消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日將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以擴大安全合作 屆時兩國可能將探討日本加入奧庫斯的議題 2022年12月 日本政府批准了三份安全文件 明確將中共列為最大安全挑戰 並將國防開支增加一倍 此舉標至二戰後日本安保政策的最大轉變 美國 英國和澳洲三國在2023年發起奧庫斯合作協議 應對中共威脅的意味濃厚 新唐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周六晚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佛州棕櫚攤的籌款活動中 募集了5050萬美元 打破了候選人的單場籌款記錄 來看報導 川普的籌款活動在億萬富豪 保爾森的棕櫚攤家中舉行 川普協夫人梅拉尼亞在抵達時表示 這將是一個壯觀的夜晚 並鼓勵選民在美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 11月5日出來投票 改變美國現狀 川普這次成功募集5050萬美元 打破共和黨或民主黨候選人歷來的單場籌款記錄 反映了共和黨高層和捐款者對他再次競選的支持 川普和共和黨在籌款方面一直處於落後 拜登競選團隊表示他們上個月得到超過9000萬美元 籌款總額超過1.92億美元 新唐記者徐哲 張瑞琪綜合報導 4月7日是盧旺達大屠殺30週年 盧旺達總統當天主持了悼念活動 表示希望種族屠殺的悲劇不要重演 多國政要出席了活動 週日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在首都基加利 與來訪的多國政要舉行紀念儀式 並向種族滅絕紀念碑競獻花圈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法國前總統薩克齊 比利時首相 現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麥德 尼爾利亞前總統奧巴桑喬等 出席了紀念活動 盧旺達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由胡圖族 圖西族和特瓦族三大族群組成 1994年4月7日 該國胡圖族激進分子 開始系統屠殺圖西族和部分溫和派圖族 屠殺持續了100多天 據學術界估計 有50萬到80萬人遇害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表示 希望各國能吸取盧旺達大屠殺的教訓 不要讓種族滅絕的悲劇重演 出席活動的各國政要對卡加梅兩千年擔任總統以來的努力表示讚賞 特別是在化解民族矛盾方面 卡加梅掌控政局後 圖西族和胡圖族基本實現了和諧相處 羅旺達各方面得到長足發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4月8日 北美將出現自2017年以來的首次日全食 如何安全地欣賞這一天文奇觀呢 帶您了解 當月球嚴嚴實實擋住太陽時 就會發生日全食 導致大白天出現持續幾分鐘的黑夜 4月8日 日時將從太平洋開始到達墨西哥 然後沿著東北方向 從德州斜切穿過美國15個州 進入加拿大和北大西洋 在美國 清晰觀測的最佳地點位於佛蒙特州 新寒布夏州和緬因州的北角 以及從密蘇里州南部到印第安那州中部 此前被視為日時主要觀賞區的德州 當天可能出現多雲天氣 影響觀測 日時出現時 千萬不要用肉眼直接觀看 否則可能被太陽光灼傷眼睛 甚至導致失明 日時眼鏡是防止眼睛損傷的必備品 美國太空總署警告說 望遠鏡 普通太陽鏡 彩色膠片 EUX光片都不能代替日時眼鏡 如果沒有日時眼鏡 還可以通過小孔投影間接觀看日時 只需要讓陽光穿過一個或多個小孔 再投射到附近的平面上 就能看到日時時太陽形狀的變化 如果您居住的地點不在日時路径範圍 也無法前往北美 則可以觀看美國太空署 在不同日時城市的網上直播 下一次美國本土可見的日全時要等到20年後的2044年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綜合報導 福建寧德市訪民李慧才 兒子因車禍喪生 肇事者逍遙法外 他多年上訪維權 實名舉報公安局副局長巡私枉法 包庇凶嫌 不但求告無門 反遭打壓迫害 今年2月19號 58歲的李穗才 在平南縣朋友的一間店鋪內 被闖入的平南縣公安局便衣警察帶走 家屬隨後收到所謂刑事拘留通知書 這個案件其實也是口袋罪 隨便給人安了一個罪名 2015年 李穗才的兒子陳昭志和女友張曉梅 死於平南西山縣公路197公里處 一名叫莫明輝的男子 駕駛二輪摩托車撞死兩人後歸案 但在警局做完筆錄後就被釋放了 而死者張曉梅就是莫明輝的前女友 李穗才的同村訪民陸座玉告訴新唐人 因為案件有許多疑點和披露 李穗才和家人對交警的裁決不符 因此上訪維權 平南縣公安局當時分管交警的副局長林松濤 是莫明輝的舅舅 直接領導經辦交警陳懷 李穗才因此多次實名舉報林松濤和陳懷 循死亡法 包庇莫明輝故意殺人 因為上訪和舉報 李穗才多次遭到非法關押 去年2月被當地政府從北京帶回來刑事拘留 後被取保候審 運用法律去維護自己合法的權利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講 都是應該受到國民有支持的一種行為 而且也是非常的和平理性的一種 抗爭迴旋的方式 中共 西南 他們也很清楚 這些公民走在迴旋的路上 他們並沒有任何的違法法律的行為 所謂的行政知識 等這樣的一個口袋劑的罪名來 對這些公民人進行打壓 體現出它這個正確的批凡的本性 新潭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 來看本期的兩岸掃描 中國廣東近日連遭暴雨襲擊 週日23點左右 在北疆下游控制站石角站 出現了創紀錄的 每秒13000立方米的洪峰流量 在廣東清源市 洪水淹沒了北疆沿岸的一個公園和店鋪 許多汽車泡在水中 洪峰過後水位緩慢下降 這也是1998年有統計數據以來 中國主要河流出現時間最早的洪水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以來 中共當局一直掩蓋相關真相 近日 中國大陸的一位主任醫生 向大紀元透露 他所在醫院的呼吸科住院患者爆滿 沒有床位 這位醫生說 新冠疫情從未結束 病毒毒性不但沒有減弱 甚至比以前更加凶猛 但中共當局嚴控醫生 要求醫生銷毀所有疫情資料 不准檢測 不准承認新冠疫情等 否則就送精神病院 中國男族前主教練李鐵受賄案 涉案金額高達近1.2億人民幣 在週六晚鳳凰衛視播出的紀錄片 《反腐風暴從足坦到體坦》中 原大連足球俱樂部總經理石雪青 透露了李鐵被帶走的細節 當時李鐵正在大連接受再教育培訓 一個小女孩悄悄來到李鐵的座位 告訴她外面有人找 李鐵沒多想 站起來就出去了 手機 筆記本等還放在座位上 結果再久沒回來 從此從公眾視野消失 3月28號 李鐵案開庭 李鐵當庭認罪 法庭宣布將擇日宣判 週六 浙江市民微博帳號 美食美景Bennie發文說 4月4號下午 她在家裡用國內手機 聯繫新加坡大華銀行討論工作 竟觸發中共公安部反诈中心機制 而遭到警方騷擾 其名下所有的銀行卡 包括支付寶都被警方凍結 2021年 中共公安部 強迫民眾安裝反诈APP 調查發現 這款APP 不但可以監控用戶收到的短信 存取通話記錄 還可以取得用戶輸入的數字信息 包括密碼 專訪美國作家揭露虛假的女權主義 美國作家菲利斯·切斯勒 數十年來不斷為婦女和女童的權力奔走 她近日接受英文大紀元專訪時表示 反對西方的虛假女權主義 來看她的分析 我們降落在喀布爾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時還沒有塔利班 機場工作人員順利地收走了我的美國護照 說 沒問題 女士 我們會把它還給你的家人 我再也沒有監過我的護照 菲利斯·切斯勒出生在一個美國猶太人家庭 1961年 20歲的她與新婚丈夫一起前往阿富汗 進入一個傳統的穆斯林家庭 但很快就被剝奪了權力 這些權力被視為男性家庭成員的財產 逃回美國後 切斯勒參與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 學習心理學 獲得了博士學位 並開始為婦女和兒童爭取權益 公開反對西方的虛假女權主義 虛假的女權主義者放棄爭取基於性別的權利 完全投入各種性別認同 在全球女性問題上迷失了 她們不支持為自由而戰鬥而現身的伊朗婦女 也不支持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婦女 也不支持遭受暴行屠殺和強姦的以色列婦女 因為這些人相信性別認同而不是實際性別 可現實中沒有這樣的事 根本沒有客觀性這種事 這是妄想 是大災難 是自殺性思維 我不知道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讓人擺脫這種想法 再一次偶然機會 切斯勒參與營救了398名阿富汗女性 她有一天 也許是一年後 打電話給我說 你想幫助營救阿富汗女孩和婦女嗎 我說 我一輩子都在等這通電話 我們做到了 我們救出了398名婦女 沒有政府的幫助 切斯勒在關注哈馬斯入侵以色列的同時 注意到 中共與俄羅斯 土耳其和伊朗結盟 暗中參與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 他們對幾乎每個人的迫害眾所周知 但他們非常霸道 他們與俄羅斯 土耳其和伊朗結盟 正在向以色列逼近 在這場針對西方的戰鬥中 以色列實際上是孤軍奮戰 為了擺脫暴政 獲得自由 這是西方一直主張的立國之本 但現在卻沒有很好的堅持下去 切斯勒警告 人類處境非常危險 要想拯救人類文明 就要有勇氣說出真相 保守派媒體非常重要 能夠說出真相的媒體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只要我們戰鬥 說出真相 勇敢地站起來 即使這意味著失去朋友或家人 如果我們說出該說的話 那麼我們就有機會拯救 不是說拯救地球或氣候 這是另一場戰鬥 而是有機會拯救教育 知識和文化 新唐人電視台《紐約記者站》採訪報導 神韻紐約持續火熱 觀眾稱讚每位參與者都很偉大 4月6日晚上 神韻環球藝術團在紐約林肯中心的第五場演出 再度提前授釁 並獲得滿堂喝彩 有觀眾表示 演出迷人而真實 神韻藝術總監和所有參與者都很偉大 所以我非常興趣在中國 所以這次增加了我的興趣在文化 我真的喜歡它 它是一個很高興趣的表演 和創作者和創作者和創作者 和創作者和創作者和創作者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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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回到重新,相信我,我會回到重新 謝謝DF和各位藝術者們 在重新的努力 這件事非常完美 所有表演、所有的表演 這件事是非常棒的 他們非常享受 企業投資關係副總裁 馬克·斯沃茨伯格先生談到 他從演出中感受到一種平和的能量 並稱讚神韻演員之間默契的配合 是的,我對,很平靜 有很多人在一起的舞蹈 可以看到他們的活動 在一個很小的方式 人們來看,是很重要的 我的背景和家庭 我看見 kindness,我看見 我看見相關,尤其是 尤其是有一點的愛 愛避愛 這就是我感到很激烈的訊息 你跟你的妻子、朋友們、孩子們 我會鼓勵他們來 你必須來看這個節目 你必須來看這個節目 你必須來體驗這個節目 它值得每一部分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向文悅送聲話 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